这边坏的 现在我们视频都拍了 这个因为这不是 要是你说700块钱买的 这个视频 这个东西 视频中的一个穿着蓝衣服戴草帽的大妈 一下子掰断了老斯来斯 价值20万的车标 也就是那个小近人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事件的主人公丁先生 表示自己要结婚了 为了让婚礼风光一点 就与女朋友商量 打算举行一场最牛车的婚礼 而婚礼上最风光的莫过于婚车 预设就在汽车租赁公司 花高价租赁了一辆500多万的老斯来斯 但让丁先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这辆车居然给他惹来的天大的麻烦 当天丁先生为了应付亲朋好友的婚闹 准备了很多喜糖喜盐 接着便开着老斯来斯来到新疆所在的村子里面 果然村里已经聚集了不少的村民在看热闹 当车子开到村口时 突然冲上来一大群人 见到这一幕丁先生也是见怪不怪 婚礼本身就图个热闹 看到这么多人参加自己的婚礼 丁先生也十分高兴 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 这群人就冲到车前迅速的将车头的东西洗劫一通 那速度简直让人不可描述 但接下来的一幕让丁先生的心彻底凌乱 一位大妈走到车前 向丁先生大叫没有200块钱 别想进村 也许大妈是想趁机捞一笔 这把丁先生吓了一跳 如果把钱给了大妈 这些村民都要的话 岂不是很麻烦 把自己卖了也给不了这么多钱 于是果断拒绝 但这位大妈并没有就此罢休 反而盯上了劳斯莱斯的车标 那小金人立在那里肯定值不少钱 大妈不由动了坏心思 当丁先生在派发喜糖之时 趁别人不注意 大妈一下子掰断了劳斯莱斯的车标 小金人随着一声掰断的声音 人群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丁先生看向小金人 整个人都蒙圈了 喜滋滋的心顿时拔凉拔凉的 这可是20万的小金人 在租车之前 租赁公司就明确规定 车辆有了碰撞 都得有租车人负责 而现在20万的小金人被掰了下来 丁先生此时连看新娘的心都没有了 一气之下 拿着小金人和大妈连议起来 要让大妈赔偿 但出乎意料的是 大妈居然摆出要钱 没有要命一条的姿态 更过分的是还怒怼丁先生 你这个小破金人能值20万 你骗谁呢 丁先生一路之下只有选择的110了 当智福叔叔赶到现场 大妈依旧在那里无理去到 甚至赖到丁先生身上 你娶个新娘 干嘛要穷显摆开这么贵的车 还20万 你这不是抢金吗 大妈这些话 让丁先生也火冒三丈 在智福叔叔丁先生 以及村民的劝说下 大妈依然不知道自己做错什么 还以为别人在欺负他 丁先生也不想再跟大妈纠缠 遇事就向村民 要了大妈儿子的电话号码 说明了情况后打算离开 但大妈依旧认为 是丁先生在骗他儿子的钱 双方就这样坚持着 村民只好将大妈扶到一边 丁先生才离开 最终大妈的儿子和丁先生协商后 同意赔偿18万 并申请了分期赔偿 因为儿子毕竟 也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 大妈知道儿子赔了这笔钱后 后悔着坐地上崩溃大哭 正因为大妈这种 占小便宜的心理 还让儿子吃了这么一个大亏 一般都是有熊孩子 惹祸家长擦屁股的事 而大妈儿子面对这个惹 是了老妈 不知道会不会哭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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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